花蓮市清洁队从3月份开始展开清沟作业 预计要在5月的时候完成44个里排水设施清淤工作 近期也会同步来执行排水沟周边环境喷药消毒 以确保防新期间排水顺畅之外 也可以避免蚊虫滋生 市长魏佳贤 7号一大早前往了 民权离北冰街和自强街口来关心清沟的状况 也慰绕清洁队员辛劳 那我们花蓮市的部分 从3月1号开始持续在做相关的一个清沟到5月份 那在清沟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说 能够把一些过去会淤涉的一个长期淤涉的地方 然后把它做清通 那也可以防止豪大雨来的时候的一个阻塞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说清沟完之后 那有的地方可能因为有一些油烟的状况 会造成长期容易堵塞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有跟里长特别的要求 如果发现的话可以通报给清洁队 那我们会做相关的一个清理 那在美与季节也要到了 也希望大家做好家庭四周的一个疏通的一个状况 让积水的状况能够减缓也减少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每一个里长认真的一个付出 民权里代理理长刘元良也到场表达了对清洁队员的感谢 同时他也呼吁民众要配合维护自家门前环境 我在这里特别代表我们民权里的里民 特别感谢市工所所有的清洁队伙伴 谢谢他们 那我希望所有的里民 所有的市民朋友在清理家里的垃圾 还有包括落叶的时候 千万记得不要把垃圾跟落叶丢到排水沟里面 造成毒塞 花莲市清沟作业即日起执行 清书工作预计在5月27号要完成 那其实每年的3月到5月 是我们清沟专案 还有我们消毒专案的一个时机 除了我们的清沟之外 当民众有发现 你家的附近 水沟有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味道 或者说有阻塞的一个状况 能够跟我们清洁队来反应 那我们清洁队会再用最快的一个时间点 来做一个处理 清洁队员从排水沟当中 挖出了木板块还有污泥以及各种垃圾 清洁队再次呼吁民众 不要把垃圾丢入排水沟 以免大雨到来时发生淹水状况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